国外的数学教材厚的离谱 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 那么究竟有多离谱呢 比如这本Edgeberg One 是美国初中的代数学教材 相当于国内初二的水平 连目录代正文一共是932页 那几何课本呢 比如这本Geometry 1012页 在国内别说是数学书了 文科类的书也很少能达到这个量级的 再比如这本PreCalculus 它是美国高一的数学课本 总页数是1174页 而到了大学就更夸张了 他们大一所学的这个Calculus 相当于我们的高等数学 而且难度呢 还比我们的高等数学要简单很多 但是它的页码却达到了 惊人的1397页 可以说美国任意一个年级的数学课本 达出来都可以当枕头屎 正好可以方便上课睡觉嘛 那与这惊人的页码相匹配的 就是它惊人的价格 一本书动辄就是人民币四位数 让无数人是望而生畏 那他们的数学书为什么这么厚呢 那我来总结几个原因哈 第一就是国外的教材 对知识的讲解特别的详细 就拿高等数学中定积分这个概念举例子 那我们国内的课本呢 密密麻麻的全是文字 三页草草了事 但是美国的教材呢 从古希腊开始讲起哈 阿基米德最开始是怎么求圆的面积的 后来又讲到牛顿如何对一个区边形进行分割 再讲到近代如何对分割求极限 那又是画图又是举例又是做计算 前前后后总共花了23页来介绍定积分的概念 这个就是中外教材的一个巨大的差异哈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他们的课后习题和扩展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因为国外没有像国内这样五花八门的教辅书 他们把所有的教辅内容和课外阅读内容都放进了教材里面 所以啊国外的教材其实可以看成是教材教辅和课外读本的三合一 那第三点原因呢 就是美国的数学教材预设的起点很低 因为美国高中的学习强度和难度远远不及国内 那学生的基础一般都比较弱 所以教材就不得不从最最简单的概念开始讲起 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大学高等数学的教材Calculus 那前一百多页其实都是在复习高中知识 那我们的教材哈到一百页都快讲到泰勒公式了 而他们呢还在讲Sign30度怎么算 Long1等于G等等这些问题 当然了哈 讲到这里你可能会发出灵魂拷问 那为什么我们的教材不能像美国那样编写的浅显易懂 生动形象 为什么我们的教材就一定写的干巴巴的 一个浅层次的原因就是没有必要 因为中国学生的数学基础 普遍要比同龄的美国学生要好 所以没有必要像美国的教科书那样哈 从最最简单的概念讲起 对吧 你没有必要在讲数列极限的时候 还要再解释一下啊 什么叫等差数列 什么叫等比数列 什么叫公差 什么叫首相伪相 对吧 那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呢 就是历史传统 当今的数学教育体系分为两个流派 一个是苏联系 一个是欧美系 而我国的数学教育一直继承的是苏联系 那苏联系教学的特点呢 就像电影《流浪地球》里面那样 硬核且冷酷 那我想这一点呢 大家应该已经能感受到了 不过哈 近年来我看到了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 和一些顶尖的大学 不断的在尝试进行数学教育的改革 有那么一丝丝欧美系的味道了 但是从全国的大盘来看 还是苏联系占主导地位 不过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还得留到未来去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达的地区